先前直播网红 晚安小鸡与阿闹跑到柬埔寨 拍摄被绑架的造假影片 遭当地警方揭穿丢脸丢到国外 火速判刑两年罚款四百万瑞尔 约台币三万 监名在总理红马内出席活动时 更受度炮轰晚安小鸡 也成为这起争议中发生的最高层级 他在演说中提到台湾网红 为了点击绿和更多的粉丝 选择在柬埔寨拍摄被绑架的造假影片 严重破坏国家生育和形象 绝不宽恕他们的行为也已经判刑入狱 更提到这次事件有人出面干预 想要让两人获释 理由是他们有年迈的母亲生病住院 需要他们回国照顾 虽然有人在干预 仍无法原谅 现在就有网友试图推测 晚安小鸡和同伙阿闹两年的狱中生活 外界曾传出当地监狱 环境恶劣人满为患 但有人找到西岗省监狱照片 受刑人穿着橘色编号求服 旁边还有佛像和僧侣 看起来更像是出家修行 至于总理说的干预是什么意思 知情人士猜测 或许两人都有找律师协助 母亲生病的悲情牌 可能只是法庭上的一种攻防 但毕竟这招台湾才有用 看在总理眼中 也许就是干预的一招 TVB月轩综合报道 台湾网红晚安小鸡 因为在柬埔寨拍摄造假影片 被判刑两年 今天总统红马内对此首度发声 而且话说得很重 他不仅支持法院判决 还呼吁司法部门 不该让他们减薪或获得特赦 必须在监狱里浮满刑期 红马内透露 有人试图干预整起刑案 说晚安小鸡跟阿闹的母亲生病了 看能不能借此释放两人 红马内认为 如果两人的母亲生病了 更应该判更重的刑罚 因为两人是忘恩负义的儿子 痛斥晚安小鸡和阿闹 在出发前就已经写好剧本 两人只是为了直播流量 假造在柬埔寨被绑架 这样的行为太自私 让外国游客却步 伤害了柬埔寨人民 柬埔寨警方公布嫌犯口卡 脸部马赛克 但姓名公开 左边是网红晚安小鸡 右边则是阿闹 两人在柬埔寨拍片造假 惹出风波 14号落网不到三天 火速判刑 虚关两年罚四版外瑞尔 其实柬埔寨有个立即出庭的程序 五年以下罪行 只要犯罪事实清楚 就送出击法院 必须当天审理开庭 这惊人的速度引发讨论 PTT网友直呼 比台湾开罚单速度还快 警方记者会开完不到24小时 立刻判刑 也有不少人开玩笑 柬埔寨的律师是否没工作 那当然速审速决 对民众来讲 是有一定的警示效果 但是呢 这么的速审速决 也对于调查是否有完善 有没有进行程序上面的正义 这部分也是令人堪忧的 晚安小鸡出事后 IG改为私密账号 文章全数清空 脸书也关闭 不过YouTube频道 仍能看到他的影片 这也是他最主要的收入来源 我来开个聊天 赏一堆 千万要记得 全YT的教训 不要不礼貌 要小心注意安全 所以我在想要不要放鸡蛋糕 鸡蛋糕指的是会员频道 他的YouTube有12.9万订阅 会员分三等级 最基础的是鸡蛋糕 月付75元 再来是经理级 月付300元 最高级的是董事长 月付1000元 福利不只能看独家影片 还能抽签聚餐出国 会员致吸引粉丝订阅 加上周边商品 每个月的收入很可观 怎么有人会叫我杀鸡犯呢 其实关于杀鸡这件事情 我想要录个影片 给所有的隔街听 过去卖仿冒品 挨告杀鸡 录影澄清 但这回在柬埔寨 涉嫌煽动制造混乱 得入肩服刑 短期内 没机会再录影片 收入惨跌 要跟粉丝相约 两年后见 TV的新闻交换 九月琪台北报道 网红玩小鸡自导自演 事件持续延烧 但相关争议不止这个 那不会再有货 保证正版 我们是正版黄大仙庙 出产的钱目 再三保证是正版 但遭任之以后 却有改口 我从来没有说是 强涉源黄大仙池发行的 我是说黄大仙庙 我是说黄大仙庙 周边发行的商品 反复强调没有诈骗 去年五月才被控卖假钱目 不到一年又有争议 网红玩小鸡2020年 因为探险废弃医院 发现干湿 因而打开知名度 以探险鬼屋 灵异事件 还有搞笑拍卖的直播主 拿着手电筒 闯入闲置多年的大楼 还趁遇到街友 吃到砍杀 但是这样入侵民宅 也被提告 我今天主要是对 我昨天 我们两个昨天 做得不好的示范 做说明道歉 虽然马上道歉 但过没多久 又再次闯入废弃区域 不过这一次是在学校 直播过程中 还被三名男子围殴 让附近居民吓坏 却让人怀疑 是不是自导自演 玩小鸡过去许多影片 就遭人质疑真实性 毕竟他靠着网路直播走红 却屡屡发生争议 引起热议 也是累积了不少的网路声量 但这次造假事件 直接延烧到国外 玩小鸡确实再度引发大众讨论 TVBS新闻综合报道 我们原本计划最后面三四天 是希望能够拍整个柬埔寨 所有的美丽的风景 以及人事物给大家看 玩小鸡落网 外界才知道 同行的还有另外一位网红阿闹 而且还是一位正二代 台南市 平地原住民的话 大家可以支持一下 托我老妈一票 登记一号 前年的议员选举 阿闹还排片帮妈妈拉票 但其实妈妈热心参与公共事务 除了在台南开设广告公司 还多次参选议员 并跟绿营政界良好 脸书除了有许多 跟政商界的合照 还曾跟担任过 民进党主席的苏贞昌 开心合影 要当公共人物 一定会被检视 他是必备的条件 也不怕别人说 不过儿子出事后 他以工作忙碌为由 没有对外说明 至于阿闹本人 也有不少争议 废秀的军村 遭人入侵探险 而且还当成鬼屋拍摄 不过其实一旁就有告示 提醒千万不能非法入侵 早在四年前的五月 阿闹就在未经许可的情况下 入侵左营的废墟券春拍片 还意外把别人的亲密画面 直播放送 最后被依无故侵入他人建筑物 以及播送猥亵声音影像罪 判拘役75天 虽然当时得一颗罚金7万5 但这次在国外出包 恐怕就没这么幸运 可以简单善聊 TVBS新闻南部综合报导 希望柬埔寨政府再给我一次机会 晚安小鸡和阿闹被柬埔寨警方逮捕 他们双手上靠全程表情凝重 经过当地法院裁定一犯有煽动制造 社会动乱罪判处两年有期徒刑 每人罚款四百万瑞尔 大约是三万一千元台币 结束这些直播之后 我们的观众都非常喜欢我们介绍 当地国家的特色云美 所以我希望柬埔寨政府 可以给我们一次机会 都希望柬埔寨再给一次机会 但看看桌面上这些道具 被认为就是有预谋的犯案 从台湾闹到国外 也引发多人关注 甚至让当地媒体 简中时报的网站当机 也让不少人发问 有没有直播小编还亲自回应 另外像是马来西亚 以及新加坡的媒体 也都有报道这次事件 不过被怀疑 有可能是与台湾亲友联手策划 实际来到他们的公司地址 是共享办公室 只是挂名人都不在这 12号晚上小鸡传出失联 妻子爱婆没有敢去报案 而是和网红杰哥开直播 爱婆是公司负责人 杰哥则是挂名总经理 可见关系密切 但是现在大家好奇 他们到底知不知情 因为14号上午 晚安小鸡被抓的消息就被报道 但爱婆直到当天晚上 才到派出所报警 暗游还是老公在柬埔寨失联 表示先生出国 是柬埔寨有及失联 那经查承担出境三位反国 那依据失众人口查询 作为要点第五点规定 本分局仍应归受理失众人口协讯 至于另一名被抓的阿闹 则被发现 他是台南市议员参选人 尼美肃之子 来到尼美肃开设的广告公司 员工只说他出去了 手机也关机 这回晚安小鸡和搭档直播惹事 也让台湾的家人一一遭到起地 TVB新闻众的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spacious闻址下载TV